您好 谢谢收看东方纵行 我是东方 就在一年前 世界各国刚刚从疫情中走过来 逐渐解除封锁 经济恢复 生活正常 对商品的需求迅速膨胀 订单像雪片般飞向中国工厂 中国大陆那个时候已经恢复正常一年了 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经济保持增长的大型机体 中共的自信爆棚 驻梦中国的复兴之路并不遥远 东升西降大国崛起 这是中国的事迹 也正是在这样的信心情境之下 中共开始收拾互联网平台领域 开始收拾房地产开发商 开始收拾课外辅导行业 强行推动港版国安法 习近平相当自信的安排二十大连任 国际社会也是一样 眼睁睁看着中共的做大 看着提早结束香港一国两制 而无能为力 或多或少也是因为国际社会相信 中共的做大是不可逆转的事实 从过去的曲线 用单向线性的思维去判断未来走向 嗯 是这么回事 中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一 指日可待 但问题是真是这样吗 中国经济从十年前就开始减速 这还是从北京政府官方公布的经济数据中得出来的结论 真实的情况不会比官方数据更亮丽 去年北京政府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腰斩了中国经济引擎的牵引力 今年开始疫情反弹后的动态清零 坚定不移的动态清零更是让中国经济雪上加霜 今年美国经济的增长预期超过了中国的预期 这可是1976年以来的第一次 过去几乎半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次 按照中共现在的做法和手段 在经济上是向左转 经济资源进一步集中在中共的手里 这是跟改革开放经济搞活截然相反的做法 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并不乐观 虽然双循环的说法已有时日 但是中国的内需一直上不来 外部的经济环境越来越不友好 关税壁垒 非关税壁垒 经济手段的政治手段的外交手段的 军事手段的紧箍咒是越念越起劲 出口市场估计只会越来越萎缩 你一定知道邓小平留下了四个字 韬光养晦 这是公开流传的一句疑讯 但背后还有一层意思和引申出去的含义 什么时候走出韬光养晦呢 不能永远韬光养晦下去吧 什么时候结束呢 当时中共决策圈是这么定义的 就是当国际上的力量平衡 向中共这边倾斜的时候 就是结束韬光养晦的时候 而这个倾斜点在中共高层看来 就发生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自由阵营开始日落西山 这是中共出头的机会 而出头的手段就是通过经济和投资输出中共影响力 有钱能使鬼推磨吗 中国15亿人口是一个巨大的单一市场 非常具有诱惑力 中国制造业巨大的产能 非常具有成本优势 跟自由民主社会不同的地方是 市场和产能的资源集中在中共的手里 它可以向你开发市场 也可以向你关闭市场 它可以动用产能 也可以用津贴的方式进一步刺激产能 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府像中共那样 握有如此庞大的经济资源 它可以让你变成富翁 它也可以让你血本无归 在中共的语境里 这叫集中力量办大事 但现在的问题是 办大事的成本越来越高 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从双位数的增长 到七上八下 到现在的五须六号 经济发展的惯性还在带动着一带一路 带动着军队现代化 更催生起国民对未来不切实际的期望 为什么中国人普遍的对国家的未来信心满满 但对自己个人的前途感到灰暗呢 社会上出现挡平内卷的现象 年轻人不愿生孩子呢 中共外墙的外衣下是底层的中肝 各级政府债务是GDP的三倍 中国社会迅速老化 人口开始下降 还能有什么手段继续保持经济持久稳定的增长呢 让中共洋洋自得的清零政策 从今年开始变成中共的魔咒 成为经济的毒药 世界银行预测会出现上个世纪 70年代的衰退 全世界范围内的衰退 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会压缩 中共对俄罗斯的支持 更是进一步关闭了欧美这个最大的出口市场 东升西降 中共崛起 本身是不是也是一个泡沫呢 现在抱有这种观点的中国问题专家越来越多 经济研究智库Rodium Group 荣鼎集团前不久发表报告 标题是重新思考中国经济未来 中心思想就是过去从来没有考虑到中国经济疲软的可能 但是在将来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走向的共识会越来越少 华府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也有论文说 美国的中国政策都是建立在中国经济继续崛起的基础上 没有考虑到如果中国的经济衰退的前景和应对 澳大利亚的洛伊研究所最近发表一篇论文 说国际社会相信中共的崛起不可逆转 前提条件是中国的经济每年至少4%到5%的发展速度 如果这个速度掉到2%到3%的水平 未来就是一幅完全不一样的图景 彭博社就预计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速会跌到2%以下 拜登也拿这话来打气说 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要超过中国 弄的前不久习近平强调说 今年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能低于美国 看来中美两国都把拼GDP看作是博弈的大起 但我这里要提醒政策制定者的是 中国经济衰退对世界安全不是件好事 中共的执政基础完全依靠经济增长 一旦经济崩溃 人们的生活水平不能继续提高甚至下降 中共就失去了执政合法性 中共躺魁可能会用激进的外交手段转移注意力 分散国人对经济现状的不满 甚至会引发战争 前几天的节目一扇不容二胡 也涉及到同样的话题 如果您还没有看 建议你看看出门左转就是 谢谢您收看东方纵横 如果您觉得我讲的有道理 请帮助转发推荐 也请留言 如果您还没有订阅 请点击订阅键 再次感谢您收看东方纵横 我是东方 咱们下次时间再见 请聊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 тест